這些強迫推銷奧房 我真的受不了 以活到六七十歲的時候 就已經結清了 是揍我紙嗎 我正在勾的時候 她就開始幫我敷那個泥 妳們這個要敷十五分鐘 妳被軟禁耶 告她強制罪 我 錄音自保 請問這樣子有辦法嗎 為什麼沒有辦法 錄音自保 我又沒有要拿出來用 我偷拍只要沒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都算是OK的 不小心 廣告文字與圖片 僅供參考 因為她的膚質可能跟年紀 你們偷拍都是畫素 她們其實都違法的 一皮都沒有答對的八小葉 我剛剛在錯邊了 歡迎收看 女王大人 歡迎 陳哥 您是個有愛心的人嗎 我不是 不管啦 在我心中你就是 昨晚我在西門町逛街 被設計系的學生搭訕 為了支持他們的臂展 妳被設計了 我就買了一百支 他們設計的原子筆 但是我很煩惱 因為我平常沒有用筆的習慣 只有像您這樣風度翩翩 英俊瀟灑 博學多聞 德高望重的 影視歌三七男神 走在路上 一大多人跟妳要簽名啊 你會需要大量的比 誠哥 花一點點的基本開銷 還能幫助國家未來的棟樑 嘿 這是一舉兩得啊 好嗎 那我跟妳 跟妳買個五支吧 好耶 好不好 五支 五百 五 五百 一支筆要一百塊 對 這樣好不好 怎麼樣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四位 耳根字特別軟的來賓 轉賣給他們 他們比我更需要 是嗎 另外我還邀請到了一名律師 他每天都要寫書狀上公文的 他給我還需要用筆啊 好不好 他們在生活當中呢 會又被什麼樣的銷售手段 什麼樣的精采的話術 給苦苦糾纏 苦苦糾纏 他們可比妳辛苦為難啊 歡迎他們出場 歡迎吳以仙 吳以仙 歡迎 阿雅 阿雅 歡迎香蕉 哈囉 好久不見的李芝琴 芝琴姐 歡迎我們的律師林育恩 林育恩 歡迎所有來賓 歡迎大家 歡迎 今天有律師來就知道 今天各位 你們喜歡的法律大考驗又要來了 好不好 來 真是夠人喔 這種推銷真讓人受不了 吳小萱妳先來 好 我的是 其實很多的百貨公司賣場 還要看專櫃 對 妳喜歡妳坐 我跟妳們講 妳說妳在專櫃百貨公司碰到 真的很平常 對 我是有一次在旅展 妳知道旅展什麼 旅遊展 對啊 不是旅館 買餐券 買機票 那種 然後突然逛到一個角落的小攤 她就那個姐姐就跟我講說 妳呢 可不可以幫我們打個卡 充冷氣就好 然後我想說我也不趕時間啊 我就說好啊 沒有關係 因為我以前也是有做過這種 就是SG之類的工作 我就想說 我以前有試過被人家拒絕 我覺得很傷心 所以我就現在開始捨不得 妳就熱情的回應了 我就捨不得拒絕別人耶 我會覺得真的 不花我什麼時間的話 我是願意幫忙的 然後她就打完卡 她說這個小禮物送妳 那妳可不可以再幫我們做個問卷 然後我就看她問卷的時候 我就那時候就勾嘛 我就塞五分鐘的時候 對啊 妳喜歡去哪個國家 勾一下啊 然後大概花多少錢去旅遊啊 勾一下啊 勾完以後 很突然的 我正在勾的時候 突然有一塊濕濕的東西 直接往妳臉上抹 為什麼 她就突然的 別攤位的吧 不是 同一個攤位 別的攤位的 對啊 我想說攤位 而且要我們來幹嘛 謝謝客人 美容展啦 一起來是不是 同一個攤位 然後我嚇到喔 我說 他說 妳沒有 因為妳剛剛那體溫居然說 其實我很仔細看妳的膚質 妳毛孔有點粗大 而且妳皮膚又泛紅 妳是不是有九招肌 我跟你講 因為我本人真的有 我就嚇到 我說妳跟妳好懶 她就說 我跟妳講 我這裡有一罐很厲害的面膜 她就說 我既然都幫妳卸了 妳要不要試敷一下下 反正一下下三五分鐘 又一個三五分鐘 因為妳可能長了 就是一副不趕時間的樣子 什麼意思 這是 就是樂天之命人 漫活汗 對 對 一步一步的下去 肥癢 一臉肥癢 對 然後她就幫我 看一下好像又窄喔 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 本來她就幫我卸了以後 她就開始幫我敷 那個泥的 憲收割 對 她就幫我敷那個泥的面膜 然後我想說 還泥的咧 對啊 我跟你講 這接下來就很扯 她一敷上去我就覺得 我開始就覺得越不對 她就跟妳說 我們這一罐啊 平常一罐要兩萬二 怎麼可能 今天配合鋁盞 我跟你講 兩罐加一個小的精華液 總共也是兩萬二 我嚇到 然後我就想說我不要 我說沒關係 那妳可以幫我卸掉了 她說沒有 妹妹這個要敷十五分鐘 你看 妳被軟禁耶 妳怎麼被軟禁耶 對 她說妳不敷十五分鐘 是看不出效果 然後我當下也沒水擦 你知道嗎 這個時候妳會怎麼樣 來 就直接走啊 就算說死掉就好啦 黎玥 告她強制罪 不是 好刺喔 是不是 所以可以告強制罪嗎 因為剛剛李萱有說 她一開始幫她 她的甜問卷嘛 她沒有問她直接把她 卸掉她的臉 她憑什麼摸她的臉 憑什麼把她的妝卸掉 這個其實是 強迫使別人行無義務的事情 是有可能夠強迫 這是辦法的 對 怎麼樣 可是她第二階段有問她說 妳要不要敷泥膜 有問她 是她說好 才被敷上去的 因為敷泥膜 我這個是 怡萱比較吃虧 但她前面 跟你弄的時候 你其實就可以直接 嚇到說 我又沒有說我要卸妝 我等一下還要逛旅展 妳這樣把我卸掉 我要等一下要怎麼 我要倒泥醬 對 可以 她是可能剛剛說 真的很難做 強制罪 這是強制罪 妳會怎麼樣 不一定會構成啦 但是就是可以 馬上的反應 會請那個姐姐啊 就是幫我把整臉都敷起來 好 竟然都要等十五分鐘 就看不到我是誰啦 那我繼續去逛 那沒有 就刷臉啦 真的逛喔 對 對 所以我跟朋友回來找你 對 我就不怕要丟臉啦 因為妳不知道我是誰 我們都不認得我了 你們就要認得我 賺到了 又太貴了兩萬多了 而且 一點就五千了 而且服滿之後 我也不買了 真的 聰明 很大張開喔 她還告不了妳 沒有 妳不是說是適用嗎 適用了一大罐 漂亮 這個漂亮 有 吳吳宇軒應該想不到吧 都想不到 誤入森林的小白兔 因為我當下就真的 在那邊十五分鐘 然後聽她推銷那個 面膜十五分鐘 後來成交了沒有 我跟你講我後來成交了 什麼 我就很不開心的去逛我的旅展 後來我朋友到了以後 我就跟他說 我剛剛買了一個這組 然後兩萬二的面膜 他說你去退 我陪你 你知道我一回去以後 他就開始跟我打苦情牌 他說妹妹啊 你是我第一個顧客 如果你這個 這組兩萬二 會不會是唯一的顧客 以後 我跟你講 我這邊公司會被懲罰五萬塊 他說因為我 他被退單 請勒 對 他直接請勒我 然後他就會算給我 聽看兩萬二除以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五十塊 你看你少喝一杯拿鐵 你就漂亮一整年 然後姐姐一定又覺得 哪有道理的 對啊 然後想要一杯一天一杯拿鐵 就可以幫到他 算了 我就當作散 超強童點心耶 超強 他很善良 衛宇軒雖然看起來 像中途少女 可是他很善良 不是 她是很善良 他脾氣也不是好的啊 我畢的啦 對啊 不過他這個行銷手法 滿厲害的喔 步驟一步驟的這樣往下走 太厲害了 教我進階 你看 剛剛就進階啊 也是溫水 因為我那時候很年輕 我為了想要健身 我就到一個健身房去報名 然後那時候健身房 跟現在連鎖的不一樣 都是那種中小型的 那當然也會有教練 然後去 然後就有個教練 他還不錯 他說他是體專 他自我介紹 他說那你會用機器嗎 我說不會 他說那我教你 到大概第三個禮拜 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有個課程 我已經幫你設計好了 你要買這個課程 那對你要練 不管是肩膀 哪裡都會很好 那時候我記得 就要一萬多塊 我就說那不要 然後他就開始說 李小姐 拜託啦 那個 因為我還沒開始 這個月還沒有開始 五星牌又來了 對 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 然後就已經要寫了 我就說 你等一下 我想一想 然後好像對啦 很貴 可是 我好像也買得起 可是我又不想 然後我就 後來就是收東西要走 他說那李小姐 你要簽了嗎 我就 我下禮拜再簽可以嗎 他說好吧 結果來我就 不敢再回到那邊去 當然 我也不敢 我覺得那個月的那個 都不要了 就都不要了 那個入會費啊什麼 就再也不去了 因為我覺得 好像自己沒有那個 撤影之心也不對 可是我又不喜歡被勉強 對 其實像之婷姐 下次遇到這種狀況 他一直跟你推銷 你其實可以先跟他答應下來 你就說好 那那個教練 你的合約 可不可以先給我拿回去 我看一下 然後我再跟妳說 因為這種合約 健身教練的合約 是有 看看我如果需要 我再跟你簽 這是一種方法 然後還有另一點就是說 有時候你是來推銷 你的那個教練 你是 或者是你上過他的課 你覺得他上得好 所以你其實是跟這個教練 但是如果你合約 沒有特別約定的話 因為健身房 它不是很多教練 他如果離職的話 你會發現 我教練咧 然後你就會發現 怎麼每次來 都是不一樣的教練 然後他就跟你說 你當初合約 沒有特別指定是跟教練 這可以要求 可以要求 你看說你沒有要求的話 你是不能要求嗎 對 你沒有要求的話 你就是跟那個健身房 有道理耶 但我覺得行銷 真的是五花八門耶 有些時候我們消費者 怎麼保護自己也滿重要的 但如果是都是苦情牌怎麼辦 我說他們好怕苦情牌 所以說他們多半都苦情牌 要不然就酸一點 所以我有一次 在中校東路上 不是都會有賣那個衛生紙 什麼的筆什麼的 然後我有一次就是 愛心筆 然後愛心衛生紙 愛心四季 愛心烤箱糖 我跟你說我有多誇張 我那一天 我剛好下午有空 跟以萱一樣 那天看起來就是沒有目的性 然後我就 中校東路走九遍 我沒有誇張 我就是這樣一直繞 然後先經過第一個 推輪椅的阿姨 我就先買了幾個 就是衛生紙 加什麼愛心筆這樣 我就放到我包包裡 然後再逛一下 下一位又推過來 我又再買了兩次 就是買了兩份 就是衛生紙 口香糖什麼 我又買了一次 第三次 然後他又繞過來 我就這樣拿 他不是說他賣過妳嗎 你知道我就拿出來說 我剛剛買過 他說妳剛剛不是跟我買的 因為 推的人是同一個 可是坐在上面又不同一個 真的嗎 那不是照片集團嗎 他們不是 但是他們可能 那個義工可能 可能是同一個 但是他們就跟我這樣講 然後講完之後 我就說好吧 我就這樣買 買完那一袋之後 我就離開宗孝東了 對 是真的 很讓人不舒服耶 很明顯 那個地方不宜久留 很明顯 很明顯的 像艾亞說的這種路上推銷 或是說以萱她去逛旅展 其實旅展就不太算是那種 我們所謂的 因為旅展你 本來就是有心理準備要買 旅展的東西嘛 但是你比較不一樣的是 那個人是賣美妝東西 然後跑去旅展 所以 以萱的狀況也會適用 訪問交易 那訪問交易的意思就是說 你走在路上 突然被推銷 或者是就是被拉去街邊店 填問卷那種的 他逼你買的東西 就叫訪問交易 那他是 會適用七天賤賞期 他是考慮到說消費者 你在當下你是很突襲的 你本來沒有要買那個東西 例如說哎呀 逛逛逛 然後他就突襲的時候 不是預期室內會碰到的 隨機發展出來 對 他當下你其實人會難以反應 腦波弱你就買了嘛 那這種狀況下就是 會特別保護消費者說 你七天內是可以 無條件的跟他退廢 可是像我的案例 我是有計畫性的要去消費 那他也邊跟我訪問 可是我到最後呢 我沒有七天喔 我七秒內就要做答案了 因為就要馬上 頭皮檢測 我是去剪頭髮 頭皮檢測就頭皮檢測 跟你什麼推一下不對 沒有 我去 你知道像我之前口袋 都沒什麼錢嘛 我七八天就要剪一次頭髮 因為我這邊很快就炸開了 所以我都剪那種一百塊的 他只要加二十塊可以洗髮 其實很賺嘛 我連二十塊洗髮都不用 我寧願帶著一大堆毛 回家再洗 整天這樣都沒關係 多好的孩子 這樣很好 我真的講 勤檢就是名人動容 在接下來你會看到我 我堅守更動容 我在剪的時候 你知道如果我熬夜 我頭皮會紅紅的 然後邊邊會浮腫嘛 然後我頭皮卻超大塊的 那個就代表熬夜沒睡好 抵抗力差 他在幫我還沒剪的時候 他就說 幫你免費頭皮檢測一下 就幫我摸一摸 按一按 我真的頭皮會痠 他就說你這個應該 就是要保護一下了 他看能不能幫我SPA 再加上精油護髮 全部弄一套 大概是一千多塊吧 可以打八折 對啊 算便宜耶 這很便宜 很便宜啊 我洗加減兩百二 我就要考慮而已 那會可以 對 起點就像的 我那時候剪都沒問題 讓我了解問題就好了 這個我回去再好好照顧 他也深呼吸就說 OK 沒問題 今天要洗加減對不對 我說沒有 剪而已 後來摸我頭髮 就毛毛炸炸的 我頭髮很Q 短的時候 他說你這個洗加減 會比較好剪 不然的話 那個毛毛的剪出來 那個型 你自己整理會很糟糕 對 大部分都要 濕濕的剪啊對不對 對 濕濕的剪 我說 我就回去再洗就好 我等一下也沒有什麼事情 你直接幫我噴濕就好了 他說 好 水不吸 對 我已經擋掉很多 我可能要額外的開銷了 剪完 他就幫我抓造型 有抓... 我說 我頭髮被他抓得很直 然後又很炸 又很有層次 我說 你這個用什麼抓的 我覺得他好像已經亮了 我主動問了 需求就來了 他說這個法尼亞 你看 這個你用下去的話 一定就是像今天抓的這樣了 我教你怎麼抓 我說這罐 再加上你剛剛那個噴的 這樣多少錢 他也說一千多 我就想說好吧 不然就買這罐就好了 我可能改變造型 不過以後 頭髮就算過度期 我抓一抓也還是很帥 但是其實你耳根也沒有很硬啊 很硬啊 我擋好多個耶 我是玩我覺得OK的 來買 你還是有被行銷到 你有銷售 而且你用比較多次 而且你都買的是貴的耶 人就是認為值得的 花再多都合理合理 對啊 要享受到 心理價值 讓自己的樣子物超所值 那就對了 所以楊佳是一個在意外型的人 不是 我在意物超所值 你的價值超過五百塊 我覺得推銷碰撞 你應該沒什麼辦法 對 除非因為除非你要 除非你喜歡 對啊 你是主動意識的人 你這個沒有主動需求 你不會要 任何東西 而且你拒絕人的時候 別人不會覺得受傷耶 對 因為我 你很誠懇 我更弱勢啊 你弱勢 我比你更弱勢啊 我太多次了 我連去吃滷肉飯喔 阿姨就說你吃飯而已 我就說那個燙青菜 我之後有通道 我過來再點 他就說那湯不要嗎 豬血湯 我說這樣算一算太貴 他說好 我請你喝清湯啦 就讓我 還可憐我 就是每次去都請我喝清湯 你現在日子 有好過一點了沒有 好過很多了 那個滷白菜 湯金菜 然後益翔那邊聚餐 我還能請客 現在OK了 好 你很驚訝耶 他吃小吃 我感覺聽到你發達的事情 好高興 對 在吃飯上面 好啦 像這個美髮葉 對 像香蕉 也會推銷東西啊 對 這種我 我自己把它稱作 因為其實像有時候你去按摩 他就說你要不要加價一千塊 就變金油 對 然後或者是敷臉 像我去做臉 就是除毛孔的話 他就會說 你這個毛孔太乾了 那個如果不敷臉的話 你的粉刺根本清不出來 那你要不要加那個敷臉 他在加碼推銷的時候 當下你就要問他說 那請問這個費用是多少錢 那例如說像香蕉是去美髮葉 美髮葉的那個 我們其實 髮葉有特別規定 因為那種狀況很常見 就 美髮葉 你不能就是過度推銷或行銷 因為你就是在趁人家 要怎麼界定 這個就很難界定 就等於是消費者你覺得 他太誇張的時候 你要去檢舉他 可是他沒有過度 可是我拒絕的時候他叹氣耶 我會覺得我很想做錯事 我知道 這種就會很尷尬 像我是敷臉 那他如果我拒絕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空氣突然凝結 他也不跟你聊天 對 然後按摩的話 他本來按 可能就變成用摸的 就會很尷尬 那我自己就解決方法就是 如果他是那種大型的企業 或是什麼話 你就是偷偷的跟他的 就是客服反映說 我下次想換一個老師 你也不用講明說 因為他要推銷或什麼的 或者是你在做臉的當下 就跟他說 我最近感冒 我不太想聊天 我都用這招 對 因為你不能聊天 他就不能跟你推銷 美容老師覺得 你怎麼身體很弱 一直在生病 不然因為這種 真的只能拒絕 就是你如果心不夠硬 你沒有辦法拒絕的話 買下去就變成 雖然能退 但是你又要再去訴求他 對 我就是剛剛前面講的那些 今天你來上 今天你來上這個主題 非常的適合你 真的 我跟你講 加碼的啦 然後什麼強迫推銷的啦 勤勒我的 我通通買單 你要找這些 讓大家知道你成長了 否則今天播出去 你會更慘 我跟你講 現在我要單開的 這個就是我唯一拒絕過的 好 叫做 無人同行才划算 無人同行才划算 無人同行哪裡 好 這個呢 就是 買塔位 他到底一次 之後多少人一起死 對 法律常識測人憲 演藝圈前掃是他 答最多的人 有紅包 有 有錯 你演一下 業者根本就沒有捐 捐贈給偏鄉的孩童 炸七啊 炸七啊 對啊 罵愛心商品 是給友牌的 因為你有錢之後 你就很認真 當然要早點講 這個進行點開的樣子 看一下 對 好可憐 這個呢 就是 買塔位 他到底一次 指望多少人一起死 對 我跟你們講 這個叫做 這個無人同行叫做 活人死人都通用的 怎麼會 就是你們現在 家庭號 這個必須要有一點經驗的人 才會理解 因為畢竟就是我父母 接連的就離開嘛 大家就是想 笑笑地聽 我一點都不難過 因為這次真的太荒唐了 就是呢 我當時因為媽媽生病的時候 我們就有先去諮詢一下 比如說生前契約 塔位的部分 因為 長輩有跟我們說 最好是先準備 以防萬機 當時我們就先去看了一個 他就介紹環境嘛 正常去看都是情緒比較 你知道比較 沒什麼太多起伏的時候 就是配合他 然後到了看塔位的時候 他就開始講 所以我跟妳說 這邊這一層 有住三個名人 那如果妳買了這一層的話 妳們就是鄰居囉 然後我就心想 這個鄰居 對我來說到底有什麼意義 他們會聊天嗎 然後他可能看我們開始 就沒有情緒了 他記得就說 我跟妳們說 這個呢 這個塔位 如果妳們一起買的話 五個人的話 可以七折喔 我跟妳說 活得死的都可以用 然後我這時候就超火的 我就想怎麼會有人 活得死的 對啊 什麼意思 我們先買 日購啦 活人啦 妳也可以為妳自己買的 妳可以為妳自己買 而且重點是 重點是 可以分期付款 就是妳活著買的話 可以分期付款 那如果妳是往生者用的話 就是要一次結晴 一次 就不能分期付款了 然後那時候跟我講完 五人同心的時候 我就有點不開心 我就說 可是我們家 就是目前沒有這麼多人要用 他說我跟妳說 真的 沒有看 真的要跟他講 然後他就默默地跟我說 沒關係 妹妹 妳先買的話 這樣子妳活到六七十歲的時候 就已經結晴了 我說 超火的 後來我就換了一家禮儀公司 我就沒有跟那個合作 最後我父母住的那個地方 他們就是比較正常的 就是跟妳說這個多少錢 那妳們有需要的話 怎麼樣 就很平鋪直樹 不會用這種 五人同行的方式 因為五人同行 在買塔位跟生前契約很怪吧 這個在十年前就很流行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很流行賣塔位 可是因為他後來 也是有一些詐騙出來 因為根本只是給妳看 那個山的一個計畫 準備要在這邊做了 做這個東西 後來那邊就沒蓋的 也沒這樣蓋 這個很多都不是合法的業者 這個叫零骨塔詐騙 因為我們處理很多這種案件 很多啊 對 因為尤其是在台灣 我們這種生前契約 或是這些骨灰潭 你預先買了 你是可以轉讓的 那可是轉讓就會發生很多問題 那也很多就是不肖的業者 會利用這種 大家投資的型態 例如說你現在買進 你是十萬塊一個 轉差價是一個 然後之後 他說我幫你找人賣 就是等到那個人 因為可能其他人就是 正好要使用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漲到三十萬 那我就幫你賣掉 你可以賺價差 他有這樣跟我講耶 就生前契約 他其實本意是好的 因為是可以幫助你 或是家人預先去 就是安排你的後事嘛 但是大家在買的時候 要注意幾件事 首先就是 就是你要先確認說這個業者是 合法可以賣生前契約的業者 大家可以去那個 內政部的殯葬業的那個網站 找 合法生前契約的業者 那如果他跟你推銷 然後你回去搜尋 發現他沒有在那個 對 網站的名單上畫 他絕對就是詐騙 第二點就是說 你在買的時候 絕對不要用投資的心態 就是需要多少買多少就好 那他如果跟你說什麼 這可以轉賣或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要小心他 有可能是話術 也有可能是詐騙 有時候 說那你自己走不多買一點 都可以這麼賺錢 然後就 在唱人家 很氣嘛 就是 也我也詛咒你家 然後對啊 然後被詛咒完 我就這樣跟他講 他就說沒有 他們一個人限額是買五個 那個也是話術啦 對啊 他就想要讓你覺得 是限量 有時候他還會跟你說 你這個合景第一排 然後你今天不買 明天有人住進來 你就買不到了 在生活上這種 強迫推銷的事情 遲疑住行育樂都有 尤其容易受騙的人 會因為他一種害怕 或者是貪心的心態 他就容易上鉤了 剛好已經到了報稅的時候了 對 請問一下林律師 報稅 繳稅這件事情 有沒有詐騙啊 好像也有 現在什麼都有 聽說就是現在還有 那種詐騙集團會 就是他會寄信給你 寄簡訊給你 然後跟你說 我們現在到報稅季節 要報稅囉 然後大家就說 好 那我點進去好了 點進去又跳出來 也是稅務機關的網站 然後你就以為 填寫資料 對 你就Key你的信用卡資料 說我從這邊扣款或什麼什麼 還有就是騙你說 我現在要退稅給你囉 喔 這種狗狗 對 讓稅也點進去 結果就是那種 就是模仿政府的網站 或者是你曾經不小心 點過什麼連結 他其實就是可以去抓你 往年的一些資料 這是報稅季節 是 每年都要報 對 這邊我們有個特別重要 是這件事情 財政部的電子申報 我們先機會教育 我們先不收費 好 你們來這邊上課 我們還付錢給你耶 好亂耶 沒有 沒有破過這種事情吧 選一個 財政部電子申報 繳稅的服務網站 這一個要特別注意什麼呢 網址 是 HTTP這個是 Tex.NET NAT 點 G-O-V 點 T-W 沒有點抗 點抗 點抗 點示器 都沒有 都沒有 就點G-O-V G-O-V什麼意思 政府 政府 所以它的網址只有這樣 不可能有別的 前後每個都有點 而且不會再加其他的字 這個就是它現在的公版的網址 或者你們也可以直接掃 這一個你們看到的QR Code 進入我們的 現在截圖就可以掃到 網站 對 好不好 政府是不會發簡訊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發簡訊或電子郵件 通知退稅 絕對不會 沒有這件事 對 絕對不會 也不會電話要求你去 APM或網路銀行操作轉帳 一定要提高警覺 不然你的個資就會外洩 被竊 財務會損失 如果你有看到可疑網站 或是訊息 覺得很可疑的話 我打什麼 反詐騙的專線 有人在那邊詢問一下 就知道了 另外今年有一個 非常特別的事情 就是從四月二十五號起 財政部它透過了 一一一政府的 專屬簡訊的發送平台 它發送了 眾所稅的稅額失算 服務的簡訊 這個很厲害喔 因為稅額失算服務 這件事情很多人 不知道怎麼樣報稅 對 那如果你發現有 一一一這件事情 它是政府的專屬簡訊 不是詐騙 簡單放心 那我在這邊特別再澄清一下 並不是說政府 都不會發簡訊給我們 而是他們不會特別 發簡訊或電子郵件通知退稅 對 這樣分辨清楚喔 什麼要求你們到一天 操作你轉帳 告訴你銀行如何如何 卡號什麼 反正只要懷疑 一六五反詐騙專線打就對了 沒錯 好不好 現在呢 因為政府不斷優化 所得稅的稅制 我們有一件事情 要讓大家知道一下 一百一十二年度的 基本生活費 已經產生了改變了 原本呢 是十九點六萬元 現在已經提升到 二十點二萬元了 也就是說呢 比如說你 有用到基本生活費的人 可以比去年用到 多扣了六千元的稅 省下來的這個六千元 可以拿來怎麼樣呢 投資啊 投資 可以犒賞一下自己啊 買了漂亮的衣服 十字好溜 包包 六千塊滿好用的啦 一整天下來 有些一千塊是 有些人加一個禮拜的菜錢耶 他們還滿多的 對不對 可以拿去買蒸拌麵啊 對啊 可以啊 童貨啊 謝皇上 謝皇上 也可以去看一下那個 五月四號開始 有個這個 溫雄與秀音啊 對啊 好有月嘛 我們可以 我們也不用特別宣傳啦 對不對 不要特別宣傳 來 空總劇場啦 十號 我月三號到月三十號 你們都不要宣傳嗎 看個舞台劇多少錢 那邊一千兩千 都可以看好像看我幾場 對 心靈得飽足啊 心靈的享受啊 不只這樣 從一百零七年度 綜合所得稅的免稅額 跟標準扣除額 還有薪資所得 特別扣除額 全部 這在一百零六年度以前 以前是這樣的 對 八萬 免稅額本來有八萬八 現在免稅額已經到九萬二了 標準扣除額本來一個人扣九萬的 現在到十二萬四了 最厲害的是 薪資所得的特別扣除額 這個是得證啊 本來是十二萬八一個人的 現在到二十萬七了 就比方啦 如果你是那個稅率 百分之五的小資族的話 你是五趴的那個 負稅的稅額的小資族 你前後等於少繳了 五千八百五十元 很多耶 你都可以再買在半面 跟看舞台去了 對啊 誰要選擇 我們兩個都要 對 都買 年繳稅的所得門檻也提高囉 就是小資族的一個 很大的福音啦 對 那最後我們再次來提醒大家 一百一十二年度的 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 什麼時候 一一三年的五月一號 到五月三十一號 這一個月喔 記者要在這段期間內 準時的申報 誠實的繳納稅務喔 好 好不好 把這樣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分享給大家 好 受益兩多 這課上得不錯吧 對 掌聲表示痛苦 對 好 太好了 好啦 今天呢 在這個女王大人 我們有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單元 讓大家知道 你們到底認知是對還是對 好 奪美 我們不能夠積非成事 對 在這邊呢 我們做了一些非常正確的釐清 好不好 來 準備 好 好 歡迎五位同學 來到我們今天的 法律常識大考驗 消費推銷篇 為什麼沒有辦法 莫英自保 我又沒有要拿出來用 我偷拍的時候 沒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都算是OK的 都算是OK的 廣告文字與圖片 僅供參考 因為他的膚質可能 跟年紀或什麼 他們偷拍都是話術 他們其實都違法的 議題都沒有答對的八小月 我剛剛在你側邊 而且 太誇張了 好 請出題 走在路上 突然被業務強迫推銷商品 那我偷偷拿手機出來 錄音自保 請問這樣子有沒有 有犯法嗎 錄音自保有辦法嗎 請選擇 有就是YES 沒有就NO 有分析了 對 為什麼沒有辦法 錄音自保 我又沒有要拿出來用 只是真的遇到有糾紛的話 才拿出來參考 是這個意思嗎 不是 因為我在想 平常我們如果錄一些 什麼自媒體對不對 你錄也算有錄音嘛 有錄影像 只要他同意 我就可以拿出來用嘛 就本人同意的話 他就說 偷偷 沒有啊 我最後要拿出來發的話 是我要經過他同意 可是我如果偷偷錄 沒有問題啊 重點是有沒有 影響個人自保 我偷拍 只要沒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我都算是OK的 不采理 不采理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受 被迫推銷 我是可以說 你講這個我不懂 我可以錄音嗎 其實我可以問 告知喔 對 我可以告知我要錄音 他說朋友一定要講嗎 要告知 如果沒有告知的情況下 有問題 有問題 會變成 你請犯他的隱私權了嗎 對 漂亮 答案是 答案是NO 真的 沒有辦法 關鍵是 沒有辦法 對 關鍵是走在路上 因為那是公開的場合 不論是路上的推銷 或是店面裡的推銷 那是公共場合啊 你看路上也會有監視攝影機嘛 對不對 店裡面有監視攝影機啊 所以你錄的是公開的談話 內容的話 這個不會是我們的侵犯隱私 而且尤其是 你是為了要自保 你是為了可能之後 要跟他退廢 或者是跟他說 你強迫推銷我 那我是坐在餐廳裡呢 餐廳裡也算是 公共場 也算公共場 對 只要不是私領域 對 你餐廳講話 別人也是會聽到 在我的房子裡就不可以 對 那主管辦公室 也算公共空間 辦公室喔 主管辦公室 應該是說講的內容 因為其實像有些員工 他被主管要資遣嘛 然後他也是會錄那種 為了自保 對 但是就是要衡量 主管辦公室 但是你錄 你是為了要去 勞動局檢舉他說 他是違法資遣 要對職用的 對 就是 你們兩個得分 幸福 幸福 對 這個少事喔 提醒一下喔 我們今天最贏的人 答最多的人 有紅包 有 你怎麼錯了 等一下 我大哥哥緊身一點嘛 你那個我那肚小一點 看他見錢眼開的樣子 看他 我剛剛有喔 我就想問了 你一點 來喔 題目來了 好 題目是 銷售業務打杯型牌說 我們這個賣的所得 全部都會捐贈給 偏鄉孩童的學雜費 那成哥呢 因此又買單了 事後卻發現 這個業者根本就沒有 捐贈給偏鄉的孩童 那這樣業者的行為 有沒有構成犯罪 請選擇 為什麼又沒有 為什麼 全都沒有 有人選過來了 根本沒有 你們先說為什麼有犯罪 詐欺喔 對啊 所以妳說是慈善喔 他是說全部所得 他不是說部分所得喔 所以他全沒捐耶 根本就算沒關係了 可是你想之前花蓮地震的時候 不是很多人捐善款過去 結果後來發現 根本都沒有用到那些需要 他也沒有用啊 買這個東西覺得他 你沒有簽合約 我覺得這最大的傷害 就是那個銷售業務的道德 你知道他沒有捐喔 如果說被客戶知道 他就真的海料料啊 所以這一個 最多就是這樣的傷害 第三 Yes 好 好 好 SYNCY 怎麼會這樣啦 這個就是詐欺啊 我說的是犯罪喔 是刑事的犯罪喔 就是詐欺取財罪 因為重點是 他可能根本就沒有想要買 那個商品 但是他是聽到說 這個所得會捐給 孩童學長 對 才買的 對 所以他因此的處分他的財務 所以他希望他這個財務 是拿去捐贈的 結果最後業者根本沒有去 所以這是詐欺取財 如果要說 扣除必要開交 其餘全部捐贈 這樣的說法可以嗎 那要看他其餘真的有沒有捐贈 也要看 那就如果他都沒剩 那他用完就全部用完了 那這樣子就會是他的話說 這樣他就比較不會構成 就不要像我們眾友 差點酒 好 恭喜你們得分 來 Yes 來 第五 在路上叫賣愛心商品的公益人士 只要他沒有使用 強迫推銷的手段 就不算違法嗎 A 請選擇 覺得他沒有違法就選Yes 沒違法 沒違法就是Yes 對 然後有違法就選擇 妳怎麼了 有違法 妳對選擇我走過來了 妳為什麼要走過來 不是 路上叫賣 路上那是要申請有沒有 那個出格勝的 對 它有牌的 那愛心商品是得有牌的 這這邊是算違法的 對 這邊是違法 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嗎 沒有違法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強迫推銷啊 強迫消費一而糾紛 鑑賞期到底怎麼算 有的現在是說 我沒有七天鑑賞期 這種的話 那是OK的嗎 它也是違法 妳就是檢舉它 對 所以七天鑑賞期 是一定要有的 網站 就網購 是不是現在沒有 學到了 這這邊是算違法的 對 這邊是違法 沒有違法 沒有違法嗎 沒有違法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強迫推銷啊 答案是 有沒有 沒有這蛋糕 所以違法 對 他沒有強迫推銷 對啊 這個強迫推銷 這個是陷阱啦 就重點就是 因為他在路上賣的話 因為路上是 其實是車輛跟行人往來的嘛 所以其實交通法規 還有就是我們的 社會秩序維護法說 如果你就是這樣子 沒有經過許可 像有些警察 不是會去取締攤商 對啊 其實是這個意思 他其實是那個概念啊 就是不能的啊 那玉蘭花怎麼辦 對啊 玉蘭花 那個其實也是違法 就只是警察 只是因為他可能 沒有嚴重到阻礙到交通 或是怎麼樣 他只要沒有推太大的 所以大家就是 有些賣玉蘭花 他綠燈的還在路中間 其實有點緊張 這個其實是違反交通法規 對啊 這個很容易造成交通的危險 發傳代言是違法的 對 這個 可是那也不會罰很多 就大概罰三千塊罰還 他一天才賺兩千塊 要罰一個 對啊 蠻多的 所以還是有違法喔 來 講得不錯 玉蘭我要跟著你 玉蘭有錢之後 你就很認真了 當然要早點講 我要跟著你 你去拿 我就去拿 有限制 來 準備 如果業者沒有把七天賤賞期 這一項權利告知消費者的話 那麼消費者就算超過七天 還是可以退貨退款嗎 覺得超過七天還是可以的就是 YES 請選擇 然後不行的話 他有 超過七天不能喔 有 七天 真的嗎 真的 不是 有沒有告知這個權利 我覺得前面那些好像是廢話 他應該是在講說消費者超過 消費者超過七天以後 可不可以退貨退款 因為就是超過七天了嘛 消機法對不對 不是什麼需要告知的 就是你必要行告的 對啊 答案是 YES 一起共貨 因為我們 可以退外貨 對 消保法有特別規定 因為它消保法就是很嚴格的要求 其實網拍業者 他在網站上就要自己寫說 七天內是可以退貨 然後有退貨方式是什麼 你就寄回來包裝怎麼樣 他要使 可是超過了耶 如果他沒有寫的話 你超過七天 你可以跟他說 還是可以退 因為你沒有告知我 對 你沒有告知我 就是有點像正常 進入討討那個業者 那有的現在是說 我沒有七天鑑賞期 這種的話 那是OK的嗎 他也是違法 你就是檢舉他 所以七天鑑賞期 是一定要有的 網站 只有網購 私底店面沒有 私底店面都買 零貴 零貴幾個百萬 網購還有你那種 路上被拉去的 訪問買賣 這兩種都有 了解 對東西也不陌生的 好 請回最後一題 沒有 我一圈都沒有耶 不是 她一圈都沒有 還圈都要講出來 我沒有 好爛啊 來看好 好 題目是 消費者跟業者 簽訂的美容合約 可不可以約定說 廣告文字與圖片 僅供參考 請選擇 可以的就選YES 美容合約 美容合約 他可以寫嗎 可以寫選YES 好像很可憐 不可以 他怎麼可以用一百分的樣貌 跟一百分的期待 然後讓你達到二十六個度 可以 香蕉 你是去哪一家做的 我做 台北山在那裡 他也沒有跟我講說 我用完一定會長得像怎麼樣 我們兩個有做症惡手術啊 他不光弄別人的 來跟我講說 做完之後長得不一樣吧 我覺得他們兩個說得很有道理 對啊 沒有嗎 不是 因為美容 譬如說你要打雷射 或者是你要做什麼 美容的東西 你要看你自身本身的條件啊 所以 可是你現在又是因為不知道 所以讓醫生評估啊 所以不可能會長得跟圖片一樣啊 是這樣子嗎 莉莉 對啊 因為每一個人 接受的東西 它反應出來的不一樣 所以他只有跟你講說 因為他的膚質可能跟年紀 不一樣 畫素 他們其實都違法的 而且也不能列在合約你 那個一批都沒有答對的八小月 站上去喔 我剛剛站錯邊了 而且我跟你講 他都讀完秒 他都讀完秒 他就做了 他在讀完秒 然後還說 我應該要在哪裡 自己小小的 我只好在小小就做了 我拍子是這樣子的 然後我站過來說 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只要我就跟你抓回來 他這樣算什麼 他這樣算什麼 有關係 他說對了 沒關係 我們 我會站在這裡 答案是 推銷電話 接到手軟 律師教你反擊絕招 這題目呢 出得非常非常好 我只要跟他講說 你不要再跟我推銷了 他就不可以再打來 接到很煩的 我是可以說 你們可以不要再對我行銷了 大家算是說有關係 然後對了 沒關係 我們 先幫你站著你 答案是 對 大家只要參考了嗎 對 NO 你們講對了 不能往期待 其實很不滿 其實就像你們剛才講的一樣 美容 還有我們今天講的健身房 健身教練 還有那個生前契約 這些 它為了防止業者 就是過度的廣告 對 因為你如果 如果你可以講這樣的話 那我們每個人都可以用的 弄得超誇張的 對啊 對 為了防止過度 誇張的廣告 所以是規定說 你不可以說 你就是廣告一套 然後實際上售一套 他不能畫大餅 對 這就畫大餅 而且甚至他的廣告也是 他合約的 屬於合約內容的一部分 你們全部參賽者 網上一分都沒有的留下來 來 請就位 我 我 一分都沒有留下來 我們都有分 好 題目結束了 好 題目結束了 這題目呢 出得非常非常好 其實還有一題很棒 下一題 這個很實際喔 我打推銷電話的業務員 就是你是業務員啦 你去打推銷電話 那你如果聽到消費者 跟你說 請你不要再用我的 個資對我行銷 但是他還是繼續 再打給你的話 同一個人嗎 這個業者 就是同一個業者 不一定同一個銷售員 這業者會被罰錢 會對不對 會 對啊 你們都知道 我也會 快 就算騷擾亂就打推 沒有 就是 會違反個資法 因為個資法有一條規定說 非公務機關 就是你一般的民間的機構 譬如說 銀行 對 信用卡 拿到別人的個資 然後那個個資擁有者 例如說巴鈺 巴鈺跟他講說 你怎麼會有我的電話 那請你不要這樣子 利用我的電話 打電話給我 如果我告資人 你再打的話 你就會罰錢了 對 你要去檢視他 業者會被罰 所以譬如說像銀行 你留給的那個業務 不是同一個 然後下一個他再打給你 就等於他是被別人 透露你的電話嘛 我只要跟他講說 你不要再跟我推銷了 他就不可以再打來了 他們內部有可能會流通 可是又看他的用途 因為有可能 你是用借款的 所以留 你是跟借款部門 對 但是打給你推銷 是要推銷信用卡 是信用卡部門 對 不同部門 那就要看你當初有沒有勾 因為現在他們都很謹慎 所以我同意就是 給其他部門 但是如果我勾了 可是我後來接到很煩的 我是可以說 你們可以不要再對我行銷了 你可以要求刪除 就是說我之前雖然同意 但我現在不想要 給你們利用我的個資 學到了 好 所以現在 我們要把最高分的介紹出來了 好 來 就是 吳以萱 旁邊的艾亞 好 艾亞 請出列 好 艾亞 好 艾亞 好 艾亞 真的有喔 有 天啊 你們看這個好節目 賺錢 以前是後面兩題搞砸的 我倒是最高的 對啊 好不好 妳也聰明 後來跟著她是對的 沒有 最後一題跟她全部一樣 好 非常好 今天李志勤會來 其實很現實 因為她就能新專輯啊 這樣也不算強迫推銷了吧 還有 我這樣有沒有辦法 沒有 我沒有辦法 我好害怕 恭喜志勤姐 謝謝 恭喜 這什麼 妳出得這麼華麗啊 因為我們是90年代的歌 記憶中的一首歌 時光美好記憶中的一首歌 然後這是我的CD 對 妳畫得很好耶 對 然後我的圖文書 好厲害喔 因為這是六首迷你專輯 然後我寫了四首伴嘛 那這四首伴的歌裡面 有一些故事 我就把它寫在書裡頭 妳是有設計服裝喔 對 因為我的專業是服裝設計 好厲害喔 漂亮喔 她把自己照顧得非常漂亮 真的 她跟我三十年前認識的 幾乎差別不大 所以就沒有在你臉上留下痕跡 對 要照顧 給我們今天分享一首歌 帶來這首記憶中的一首歌 好 記憶中的一首歌 掌聲歡迎 謝謝 可以拿 nau erste 留下謙之一首歌 快訂閱 為什麼 好可愛� greatness 漂亮喔 對 好可愛喔 不真好 哇 好可愛喔 会快乐吗 这首歌 曾和你一起唱着跳着 这首歌 藏不住轰然心动的节奏 这首歌 唱给你的时候 我真的很快乐 这首歌 我想我一辈子都会记得 在我记忆中的这首歌 曾和你走过苦中走廊 在黑暗没有尽头 明天初步在真实的时候 在我记忆中的这首歌 从黑我走过每一角落 爱你是永不放开的手 我依然唱着 在记忆中的这首歌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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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张 欢迎 欢迎 可以用宝刀未老这四个字吧 别这么说 不 我真的是经过这么多年 还有机会可以出专辑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专场 我真的很开心 然后又看到老朋友 老朋友 还送到老朋友的节目 非常好 这是让自己非常开心的事 希望大家可以重拾 自己心里面最动人的旋律 是 也是先加油 好不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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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分享到了 推销的两次 如果还让你真的感到了反感 你就不舒服了 当下 你要明确地跟他想 不需要 坚定地离开现场 让对方没有下手的这个时机 你们懂吗 懂 懂了 女皇大人我们下次见 再见